好 好 各位同學晚安 很高興又到了Charlie Mike的導讀正音 解遷時間順便催眠 這個時間快11點了 蠻好催眠的 我們因為之前實體書還沒有 翻拍出來 所以我就先用原來預錄的 之前找到的 網路上的網路版 但這個是 臨時找到的 現在已經不見了 還好我之前有 好整理過 我又從我自己的 錄影裡面擷取 他裡面的片段來看 所以應該是蠻完整的 那原來那個檔案找不到 可能被封閉起來了 好 我們現在回憶一下之前的位置 他介紹到隊長 Gradie他自己準備了兩把武器 那休息五分鐘嘛 他就把自己的武器檢查檢查 原來他看到一個很奇怪的身影 他轉頭一看原來是棕熊 Ban正在 調他的 M60機槍的槍背帶 他也自己把自己自飾的 Card 15 也 稍微整 整理 檢查一下 然後有介紹一下他使用的那把槍交接下來的 等於幾乎是 一拿他就感覺到這把槍就是他要的槍 就有那種靈感 有點像你看那個武俠電影 那個東廠的那把刀 什麼袖村刀 他一拿就覺得那個是他的 這樣子 然後他自己準備一把非制式的手槍 Pistol 9厘米的 P35 那個Browning High power 這把槍是他定做的 這樣子 所以有了這兩把武器 應該所有的任務 加上他個人的經驗 這次任務來講他應該是信心是十足的 加上他已經先試槍過了 打了那個山豬的耳朵 蠻準的 而且沒被發現 那個消音器也蠻好用的 表示說 武器是 非常重要 尤其是你要 使用那把武器 自己的武器 要能夠使用的很熟能生巧 這樣子 等於是你身體的一部分 那就 那就蠻好的 比較不會 臨時 要使用 匆匆忙忙的也不知道那個 槍都 拔槍都不順 你就不要講開槍了 那就有問題了 那我們國軍這方面是做得比較差啦 甚至是非常差啦 這樣子 那這個這個部分也沒辦法加強我講過我前一集在的Catcher in the right講過我們是刑事主義 我有講 我有感而發有講到在官校檢查手帕維生紙 他忘了那個手帕維生紙是來用的 他不拿來檢查 就好像我們 長久以來 已經忘記 子彈是要拿來發射的 子彈不是拿來保管在那邊好看的 這樣 好 這樣 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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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到 outside 這個地方 從Greddy 我先唸 唸完之後再來解籤 Gready pushed the clip to release the 13-round clip fell into his hand he quickly inspected the green-topped bullets they, like the weapon, were special they were subsonic loaded to ensure they didn't exceed 1,088 feet per second bullets that exceed 1,088 feet break the sound barrier and give a telltale crack these were quiet Gready slid the clip back in and replaced the weapon in his holster 好,這整段我來講解一下 那 它不只是手槍跟手槍皮套是特製的 連子彈都是特製的 這就厲害了 the 13 Gready pushed the clip to release Clip release是指 通常那個Club如果真的以專有名字來講的話 是把子彈送進彈夾的一種東西 你玩過手槍就知道 我印象中部槍M16 它的子彈是雙邊的 也就是說你那個彈夾你要裝彈夾的話 你那個子彈按下去 它有一個彈簧往下壓 它會擠到另外一邊 然後你再按 所以它是兩排 兩邊兩邊兩排 我印象中沒記錯的話 這就是為什麼彈夾有厚度 那我記得印象中標準的方形的 長方形的彈夾20發 弧形的彈夾好像30發 它是兩邊兩邊裝 手槍的子彈不是兩邊兩邊裝 手槍的子彈的彈夾我記得 這個伺服手槍是這樣 我不知道那個P35是怎麼樣 它是彈夾比較扁 那因為手槍的那個9厘米的 應該也比7.62要 那個 它口徑要大一點 所以 它那個彈夾是裝單發 就是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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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像步槍兩邊這樣起來 你就當過兵的射擊過就知道 不射擊你你裝過彈夾也知道 所以 它有13發 它這邊有講到它是檢查了 它那個club是指 如果你要自己裝 你就是一發一發把它 把那個像花生米一樣 那個 手槍彈比較圓一點 不像步槍彈那個頭尖尖的那個彈頭 手槍彈的那個彈頭是圓圓的 這樣子 至少我知道失誤手槍是圓圓的 5.56公里的步槍彈是 頭是尖尖的 這樣子 所以你放手槍彈 只能一發一發這樣放 我印象中是這樣子 也許現在不一樣 我不知道 那我要重點要講的是那個club 跟magazine 一般我們講彈夾不管 步槍或是手槍的都叫magazine 就是你如果是右撇子 你壓旁邊有個卡榫 它彈夾會掉出來 這樣子 當然可能不會掉那麼順暢 因為看你保養那個槍枝好壞 使用的程度 但你如果裝子彈很急 你這樣一顆一顆這樣放怕來不及 它有一種club 就是已經先幫你裝好了 一條 有點像機槍彈的那個 有彈鏈把你子彈弄成一串一樣 但它那個沒有彈鏈 它是幫你弄成一串 然後你把這一整串呢 直接就可以壓進 那個彈夾裡面 那個叫club 我不知道我們國內是不是有這種東西 但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所以 我認為有人會把club 因為我們很少用club 我自己沒用過 我看過 那緊急的狀況可能有一串13發 你就直接按進去 按到彈夾裡面 再把彈夾裝進去 這樣子 會比較快 否則你就要一發一發 這樣裝裝裝 裝13顆 再弄出來可能非常慢 你裝不好還掉地上 那個不太好壓進去 好 所以我在想 他這邊應該是把club 拿來當magazine 手槍的magazine來用 當然也可以 因為他們有特殊的 不同的單位裡面 對於不同的 槍支武器的 的部分 他的講法不太一樣 不一概而論的話 所以他這邊應該是手槍有一個 卡榫 彈夾卡榫 所以他把那個彈夾卡榫 release 按下去之後 彈夾就掉出來了 這樣子 而且那個彈夾是裝滿子彈的 所以他後面講說 the 13th round club fell into his hand 所以他應該是這樣子 壓旁邊 然後整個彈夾 掉出來 裝滿子彈 就有重量 就往下掉 掉得滿順的 這樣子 he quickly inspected the green-tipped bullets 他的13顆子彈 他如果那個彈夾有小孔的話 可以讓你從那個孔看出來 你的子彈 起發看得到的 旁邊有那個圓的小孔 讓你可以看得過去 子彈到底還是很起發 肉眼可以看 那他這個子彈為什麼是特製的呢 他的彈頭是綠色 有另外塗上綠色 所以他講 green-tipped 彈頭是塗上綠色 這種標記的子彈是告訴你什麼呢 告訴你他是 減陰的子彈 近距離減陰用的 為什麼你看他後面講 they like the weapon was special they were subsonic 他是次音速 他不是超音速 他是 刻意讓這個子彈在設計上 他的飛行的速度 離開槍管之後 飛行的速度 不要讓他超過音速 所以是特製的子彈 特種子彈 Lowly to ensure they didn't exceed 1088 feet per second 他設計來射擊之後 讓他 子彈出了槍管之後 出了槍口之後 的飛行 子彈飛行的速度 不會超過 超過每秒鐘1088英尺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 音速的一個單位 有不同的音速的單位 因此來講的話 可能是溫度跟高度的不同 他會有不同的數據 這樣子 那他這邊因為沒有講 是在怎麼樣的溫度 有的是從20 有的是在20度 有的是在常溫不一定 所以他是一個學理上的數據 比較不重要 反正就是不要超過音速就對了 大概是這樣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用一種特製的子彈 讓他射擊之後 不會超過音速 原因是因為 他後面有講 Bullets that exceed 1088 feet break the sound barrier and give a telltale crack 他說子彈如果超過了音速 的音障 就是 1088英尺每秒的這種音障 就超音速了 會產生一種 一種爆裂的聲音 子彈飛的時候會產生 或是射擊的時候 會產生一種聲音 crack是一種 一種響聲 那個teltale是說 本來不應該曝露自己的位置 因為那個響聲 讓自己的位置曝露出來了 所以那個響聲是很致命的聲音 所以我只要講說 你如果是秘密續圖的行動 除非就是要跟迪遭遇 那不在我講的範圍內 要看你的任務 你的任務是不要被敵人發現 通常特種部隊都是這樣 他不是以一當死以死當白 全身綁著手榴彈 跟我們對日抗戰一樣 那個抗日神劇一樣 去以寡擊中 或者是越戰的時候當炮灰 老美不來這一套 他的特種任務是不能被敵發現 所以 你真的要開槍 第一個不能曝露自己的位置 第二個你最好讓對方一槍斃命 否則你就躲起來 不要被發現 這樣 那他因為手槍也不是打遠距離 都是近距離 所以他也不在乎槍管 那個 子彈出了槍管的速度 他也不是在比快 那個快也沒有意義 因為你不可能跟功夫一樣 裡面火雲些聲 自己拿槍打 自己還把子彈接住 那是電影的 你不要嘗試 近距離你不管子彈飛得多快多慢 你絕對都不會比子彈快了 這樣子 但是呢 聲音很重要 你可能會因為打前面這個人 讓後面敵的大部隊知道你的位置 那你就慘了 這樣子 因為沒有超過音速 所以這些子彈在射擊的時候是安靜的 不會有那種 Crack Teltale crack Gready slipped the club back in and replaced the weapon in its holster 然後呢 他檢查完之後很滿意 又把子彈 那個 club應該是 magazine 又把彈匣 送回了原來握把的那個位置 那個握把是空心的 可以把 彈匣放進去 然後呢 replace是恢復原來的位置 又把手槍放回槍套裡面去了 這樣子 好這一段我們就結束了 好我再往下唸 he rose and checked his map 他起身 檢查了一下 確認一下他的隊員 那五個人狀況怎麼樣 they were ready 他們也都檢查了都 個人的武器裝備彈藥 都檢查完了 he motioned toward Roger Gay tunada and turnstiles 他就跟 Roger Gay這個籤兵 應該是一個point 就 打了一個手勢 然後呢 Roger Gay 知道他 那個隊長的命令是什麼 用手勢 手背記號 就點點頭 然後就往南方走 按照原來 隊長跟他講的 他們到了一個 記不記得一個垂直的 C rock wall 垂直的岩壁 他說他不可能拍岩這樣下去 太危險了 然後他就圖上研究了一下 把自己的方位做了一下修正 沿著那個Rang 可以講人線 來往南走 會碰到一個Ridge 一個三級 那個三級會有緩降波 可以到達他們要去的那個地方 所以 那個Roger Gay 馬上了解了 隊長的意思 他就按照他的地形眼 跟他與生俱來 當千兵我講過 與生俱來要跟性格一樣 那種 大腦中雷達的這種 方向地形 把二維轉成三維的這種 這種能力 所以他很快就知道 我要往哪邊走 好 我們這一段講完 我就先 16分鐘 我們控制得蠻好 我就先把它全段 朗讀一遍 同學做個參考 好 從Gready這個地方 Gready pushed the clip release 他的三十七指 眾所說 三十七指 十七指 出半個 十八指 從一八指 他按照 減過 十八指 指 These weren't quiet These were quiet Grady slid the club back in And replaced the weapon in his holster He rose and checked his mat They were ready He motioned toward Roger Gay Who nodded and turned south 好 这样 好 我们看下一页 好 这个我另外剪接的 应该剪接的蛮好的 那个 现在十七分钟 我们看看这一整段讲完 是不是可以到一节课的时间 好 一句一句念 然后来做解释 They heard it before they saw it The Russian water fell fifteen feet Before crashing onto huge Glustening boulders That smoked with the thin cloud of mist 好 他们可能到瀑布 也就是说 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就已经听到那个声音了 什么声音呢 The Russian water 就是很快的速度 激流的这种 这种 湍急的流水 叫Russian water 但不是往前流 它是往下 像瀑布一样 Fell fifteen feet Before crashing onto huge Blassening boulders 好 这样子 好 瀑布 倾泻而下的那种声音大声 往下掉了15英尺 然后呢 再打击到那个撞击到 很大的 闪着亮光 因为水飞起来 水花溅起来 跟光线混合之后 会在视觉上会产生一种闪烁的感觉 好 那个boulders是巨石 我们讲过之前讲过是直径30公分以上的大石头 大到多大就不知道最小是直径30公分 所以是去死 那种 瀑布 瀑布的声音当然蛮大的啦 但是因为 它变成背景音之后 你反而不容易察觉 所以有时候你到瀑布区里面去 那个水冲击的声音其实很大 盖过所有的声音 你反而觉得好像很安静 因为那是错觉 你听不到别的声音了 你就觉得安静了 那事实上那个水的声音很大 好 所以就意思就是说 他们到了一个瀑布 前面 而且呢 先听到瀑布的流水的那个声音 才看到瀑布的这个 宏伟的景观 那 那个水 激流 往下 冲击到巨岩的岩石表面的时候呢 会有像产生水花 但是因为 那个冲击力道很强 所以噴出来的那个水花 就有点像烟一样 薄薄的一层烟雾 这样子 那个就是一般瀑布的景观 我们常看到 你没有到现场看 你看电视啊 看什么什么 国家地理频道啊 或是看图片啊 都可以看得到这样的景观 Niagra fall Niagra fall 尼加拉 瓜 还是 Niagra 尼加拉瀑布 Miniature rambles Appeared in the wet cloud 那这一层撒出来的 云一样的一个 那种水花 雾雾的 上面有很多小的彩虹 那个miniature是指小缩小版的 为什么会有因为 水跟阳光 折射 曲色 反射各种光线 呈现出了颜色 这样子 所以我们时常下完雨之后 太阳出来你会看到远方有彩虹 有的是大他都是小型的 Roger Gate stopped near the pool and dropped to one knee 那Roger Gate是尖兵他第一个看到之后他就停了下来 靠近有 那个水池 可能是瀑布这样打下来然后形成了一个池水 好这样的那个 他就靠近那个池水前面蹲了下来 Drop to one knee是成高桂枝 这样子 就是 单膝跪 那个其实军事上的一个动作 一定是高桂枝 军方的美军也好我们也好 蹲桂枝或是高桂枝是常常用的 那我们很喜欢亚洲蹲 我不知道是哪里学的那个不是军事动作吗 以前我在当副营长的时候 下基地在湖口在北侧中心 大家累得要死然后好像 好像隔一天 就要开始 受测的测验有很多个有很多测验啊 每一个联跟全银共同测的跟单独测的项目不一样 然后有一天呢我要主持晚点名因为营长好像去开会还没回来因为他要到北侧中心 受测前要先跟北侧中心的测验官跟他们的 哦不知道叫什么科的 我也不知道没带过北侧中心里面的先开会 那部队就由我来主持晚点名全英雄晚点名 包含配属部队 好像宪兵牌啊什么工兵啊那些的配属单位 然后我来要玩点名之前呢因为个联乱轰轰的我就叫他们先 做个体能整队 然后我就在 那个联集合 银集合场不是联集合场是一个 银部前面 的一大块的一个 哦 有一个空地 我就看到银部联的联事馆长 在那边骂部队 我说不错啊联事馆长骂部队 要求部队是很正常的啦我们在基层部队也在部队特战部队呆久了都知道 但是那个银事馆长很奇怪 那不是联事馆银部联的联事馆长很奇怪 他是用亚洲蹲 蹲在地上 蹲在那个联的前面 去骂那个 他骂不要骂谁骂张话什么的 我在旁边看了我说你这是哪一国的 有什么准则是可以 哦跟拉野屎一样 用亚洲蹲蹲在联的那个前面在那边 骂部队 我觉得很火大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让他太难堪啦 因为我在银里面本来就很凶啊 兵比较怕我兵比较不怕银长比较怕我 我就跟那个司官长讲 我说晚点兵完 我说谁叫你蹲在地上指挥部队 还下口令 谁教你的 因为我在寺校待过当教官就以前啊他那时候跟他小孩子 我不会是这样去教士官的啦 我就很火但我也没有打击他的领导统预 我说 你是哪一条准则规定你可以 蹲在地上 哦跟撇条一样这样指挥部队的 他一看我在那边讲他了因为晚点兵那时候外面黑黑的他不知道我在他旁边 他吓了屁股尿流 我说晚点兵完来你来你到我房间来找我 他知道大事不妙他这次一来我房间他绝对没办法活的出去的 哦那个不是活出去不是宰的他他知道他一定难过 结果呢晚点兵完之后呢他就到我房间了报告进来了我就问他说 哪一条准则你翻给我看 哪一个准则里面规定指挥者可以 成撇条状 蹲在部队前面下命令的你告诉我 他讲不出来我说谁教你的他也讲不出来 我正要骂他的时候他知道我这一骂下去他一定会全身 没力倒在地上因为我骂人的火力很强现在不会了 现在何来可亲呢以前我那个火力很强的 骂人跟腰洞六炮发射一样 他说报复印的你不要骂我 我心脏没那么强 我直接打报告退伍我不干了 他宁愿打报告退伍不干 也不要让我骂 我说 你打报告退伍不干是你家的事不干我的事 就事论事 你刚刚那个动作 撇条状蹲在地上我不知道他们哪边学的事关 资深事关很喜欢这样 指挥部队 那 他就跑去跟印章讲 因为人事决定权不在我 我说我也不能决定你要不要退 我只是告诉你 以后 我要查出来是谁教你们这种坏习惯 蹲在部队前面指挥部队骂部队 后来他被我吓到他真的不干 他跑去跟印章打报告说他退伍 因为那种事官长连职都很老都够了 你随时要退伍不会有连职不足不能退的问题 银长 第二天就把我叫去了 休理我 银长有说这些啊 那个赢不连的 事官长表现很好啊 他怎么跑来跟我讲要退伍怎么回事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 后来他没有退了银长没有让他退 因为还在下部队还在下基地 这个是我有感的把他想到了我就讲 讲一点有一些那个蹲跪一支 但是没有亚洲蹲啊我讲实话没有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他说从即使是重新调整的方向 走别的路线 从他们前一次休息一直走到瀑布这个前面 他们居然 哦 又累的快走不动了 这样子 所以 小部队的机动 跟部队的运动 受到天后地形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你有经验就知道 哦那个跟我们一般在走道路 郊游远租 不一样 哦 衣服是干的 跟衣服下半身上半身是湿的 那个对体力的消耗各方面都不一样 哦这样 尤其是装备是湿的 他的重量会变成原来的重量的两倍以上 这样子 会辞职大部队的行动甚至 单兵的行动 小部队也会被影响 所以他们应该是受到潮湿跟地形的 高低起伏不平不定 造成他们体力消耗很大 所以他讲说他们前一次休息了五分钟 开始离开 休息点 往南修正方向之后 过了一个小时是非常艰困的一个小时 这样子 His fatigues were soaked with sweat 他的衣服全部也占迷彩服全部湿了 全部都流汗 汗湿了 我讲过不管是汗湿还是淋湿 还是 别的水喷到湿 只要你装备是湿的 你感觉起来身上的重量就等于是重了两倍 这样子 那个感觉我非常清楚 Emotion to Grady to come forward 然后呢那个肩兵Roger Gay 就 比了一比跟队长讲一下说来一下 这样子 那Roger Gay 叫队长 队长应该在他后面 他肩兵走第一个 Roger Gay's camouflage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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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Roger Gay 他的 迷彩 迷彩的图法有很多种 他是用 strict 是用调 协调型的 伪装方式 我认为这句 是这样的意思 你也可以用 迷彩服的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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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也可以但重点就是要你要改变你脸的轮廓 我们脸有凹出来的地方有 凸 有凸出来的地方有凹进去的地方 你要让凸出来的地方看不出来是凸出来的地方 凹进去的地方不要看出来凹进去的地方就改变他的轮廓了 人家不容易看出来是一个人 是这样子 否则你想想看你躲在暗处 隐蔽也好 隐蔽也好 你出枪眼睛又有眼白 你要瞄准不可能闭的眼睛瞄准 结果呢人家 没有看到别人看到一个脸 在树林里面鬼脸 你就被发现了这样子 要让人家看不出来你脸的轮廓 伪装的目的在这里 所以你用协调型的也可以让 五官凸出来的地方跟凹进率的地方那个高低差 破坏掉了 不容易看出来是一张脸 这样子 gratting nail beside them 那我 我绝对是反对我们 涂法炼钢的那种把脸全部乱涂涂黑的啦 好像拿墨师把脸上涂涂涂眼包黑子一样 我不知道谁教的 我连我在四校当教官 民国83年还84年我就不是这样教的 四校的学生也知道我就不是这样教的怎么弄到最后变成是 烧稻草把脸涂涂涂你还在搞八年抗战东正北八角北抗战然后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相信现在已经改了前一阵还在搞这一套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以为你 把脸涂黑变成包青天老公就会吓到 有这种打仗的方式吗 这样 Gready now beside him 然后那个队长Gready就蹲到他旁边去 He didn't have to whisper 他说不用小声讲话了 原因是因为背景音很大声 盖掉了你的人的声音 The crashing water make it difficult even to talk normally 他说那个瀑布的那个水花的那个冲击的声音背景音大到你连正常讲话都不太容易听出来所以不用轻声细语了 敌人听不出来 We'll take fifteen and give everybody a chance to curl off 他可能跟尖兵讲 商量说我们不得休息一下 这边是潮湿的 所谓河流 或是 滴挖地 而且有水分非常高 很难走 待会绝对难走 我们大家先 量一下 先让自己 休息缓和一下 这样子 所以他就讲 We'll take fifteen 我们休息十五分钟 and give everybody a chance to curl off 他是跟那个人 跟尖兵两个人在聊天 不是聊天啊 两个人在讲 说我们让大家休息十五分钟 稍微休息缓和一下 The water was clear and cool 他说水非常的清澈 表示没有被污染 然后呢很凉快 山里面的山泉水 通常是非常凉快 那我想到以前我们在突击兵跟我在谷关下特战基地的时候 那个水就是直接用不是三泉水 大甲稀热水 大甲稀热水 直接去冲大甲稀热水来喝 Gradie moved to the far side of the pool and still guard while the others refill their canteens and dealt their faces 好 那水非常的清澈非常的凉 温度非常低 那Gradie是班长他就 到远前方 这个池子的远前方 担任什么 担任警戒 因为你不能所有人跑去那边玩水装水了 结果敌人出来都不知道 所以 队长优先到远前方去当警戒 上位兵警戒 然后呢其他的队员开始 因为口渴 体力消耗大 汗流的多 喝水的那个水的用量也很大 所以就赶快去装山泉水 把水壶装满水 然后呢顺便把脸 洗把脸 用山泉水洗洗脸 那我相信越战的时候即使是在50年前60年前越战的时候他们应该也不是用二次大战那种 我们现在还在用我不知道我们换了没有啦那种 不锈钢做的那种水壶那二次大战的 这个二次大战这种水壶有什么问题这种金属水壶 第1个 他不能装很多因为他是硬的 他的容量也不够大 那他是硬的很容易发出杂音 异音 第三个因为他是钢体 所以你握倒做战斗动作 他很容易打到你 你有时候一握倒如果水壶 跟你的腰腰这边的骨头 撞击的话你是会受伤的 他有很多很多的缺点 那 我相信我不知道19 60年代那个时候 越战 他们用什么样的水壶啊我是不知道 特种部队可能已经改成我1991年在美国的水壶了 老美的水壶我讲过 他是 类似塑胶的材质做的 所以容量第1个很大 第2个他不会发出异音 第3个他撞到你你不会痛 所以每个人至少都有两个水壶 我忘记他的容量是多大 你要装可以装两个 另外如果你是 长途行军跋涉不够另外还有一种扁的 有点像沙漠里面喝的那种扁的外面有一个 里面是软软可以捏 你看人家那种 那种什么 越野马拉松 极地马拉松 类似那种 极限马拉松 可能都会带装备很多的话可能都会带那种不知道他们会带装备 一种扁扁的 这个是放哪边呢放你的背包上面 背包的左边跟右边另外都有两个插槽的东西可以让你装很多 跟那个插孔可以结合的东西 那我有时候出去我喝的水不够多但是老美都会逼我喝水 因为他们有规定说 多少小时要喝多少水他们有个量表 然后他一定会强迫你喝 因为有时候他怕你自己感觉不出来你口渴 这样子 那我有时候会多准备就是背包上面左边跟右边各挂了两个 我刚刚讲的那一种 外面有 绿色的帆布 防水的套 套起来的里面是一个软软扁扁的这种水壶 这种水壶是用吸管喝的 他有个管子接过来 然后你要喝的时候只要拿到嘴边这样吸就可以了 你不必须把它拔下来 所以你看我们的水有多少 左边右边各两个水壶 塑胶的那种软的容量很大 背包左边跟右边各有两个软的 方形的 长得很像本雷版的那个 水壶有管子接过来 你绝对不会粽子 你绝对不会脱水 而且那个水是你预先准备好的 不必到外面去乱装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 到这种 1991年到现在也很久了 20多年了 现在都2020年了 快30年了 那个时候我在For Benning用的是这种水壶 但是我在当银长的时候 我回来都已经当到银长了 我们还是用24大战的 Saving Private Ryan的那个 Captain Miller用的那种水壶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难道很难吗 还是说一定要把他用到坏在坏 这是我看到Captain 我自己的一点想法 也许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换过我不知道 因为我退伍很久了 超过15年了 好 那我解释完了38分钟 我们不要搞太晚 我就把 这一整段 我也把它念一遍 同学做个参考 这样子大概40到45分钟 就可以 就可以宣告下课催眠成功 这样子 这一遍 他们听到 早就知道 his fatigues were soaked with sweat he motioned to Grady to come forward Roger Gay's camouflage painted face with streaks Grady knelt beside him he didn't have a whisper the crashing water made it difficult even to talk normally we'll take 15 and give everybody a chance to cool off the water was clear and cool Grady moved to the far side of the pool and still guard while the others refill their contains and dealt their faces 39分钟了跟我们原来预计的差不多 那我们今天就利用这种 是一个网路版的 Charlie Mike的书 来先做导读讲解解签跟圣经 下一次我们就可以用实体书 我就再多造几张实体书 我们就回归到实体书 好 40分钟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催眠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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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